其實這件事我是十分關注的 亦都對於當事人和他的家屬的感受 是非常的明白、理解和十分體會 所以在這件事裏面 我們同事已經是數次向他家人作出解釋 我們亦都有一位助理處長去了電台 那裏再說明了一次 其後我們就再發出一個聲明 清楚表達了我們的意思 我們都在這裏感謝當事人和他的家人 對我們的諒解和表示接納 所以在這方面我沒有其他補充 我亦都聽到家屬準備在接下來的星期 去我們投訴科是投訴 我在這裏可以保證 我們投訴警察科一定會嚴肅、公平、公正 去作出一個調查 調查完成之後 報告是會交給獨立的監警會 作出覆核的 我們一定不會包庇自己同事 我們現在就已經開展了 我們自己內部的檢討 而當投訴科一開始可以開始他的工作 他會作出一個公平、公正、全面的調查 但我相信我上任 我不會跟曾sir太大分別